今天是神农大帝诞辰 主资神农大帝的保民宫百宴祝寿 并捐了100包百米给花联市公所 保民宫主委徐春风表示 在里长的建议下 保民宫第一次捐物资给花联市公所 希望未来可以持续下去 每年都会做公益 以彰显神农大帝护佑世人的精神 农历4月26号是五谷先帝圣诞千秋 保民宫一大早举办隆重的祭祀与仇神 市长威家贤受邀前往参拜 并且向保民宫委员们及信徒致意 他也感谢国庆里里长林群上居间牵线 让爱花联食物银行可以增加民生物资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保民宫 那在神农大帝的一个诞辰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信众大德 还有我们主委跟里长一同的来发薪 来捐了百米 那我们知道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花联市有非常多的一个乡亲 在生活方面有陷入了一些困境 那也到食物银行来领取相关的物资 那相对食物银行的物资 因为这几个月来真的是 有开始出现短缺的状况 那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善心大德 在这个时候伸出的元首给我们吉思雨 那真的在此我要代表花联市民 来谢谢我们保民宫的所有善心人士跟信众大德 那未来我们会把这些捐到食物银行的物资 会妥善的运用 让每一个物资都能够发到需要的人手上 保民宫主委徐春风表示 这是保民宫第一次和花联市工作结缘 未来在委员和信徒支持下 希望能持续捐赠物资给花联市 彰显神龙大地庇护世人的精神 市长温嘉贤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与捐助 市公所会妥善运用 让每一笔物资都能够发送到 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 切磊会幻市报道